我也沒有感覺我很嚴重啊 為什麼我就是默奇呢 然後默奇在別人的眼中 就會認為說你就是來日不多了 我就不相信 愛莫人真的活不過幾個月 我會剩下人家的一半 然後為了這個剩下一半的夢活下去 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 但是每個人都說你為什麼臉不紅氣不喘 還可以爬山 在102年的時候大概5月份 我看到一個報告就是說 台大醫院不是有12個醫生試肺腺 所以我就對自己想說 那我應該要檢查看看 結果出來檢查竟然是2.1公分在走肺 後來在102年6月6號的時候 就麻煩那個陳敬青醫師幫我開刀 它是切除整夜的左上肺 然後在104年 104年的11月左右 我覺得胸悶 胸悶以後我就覺得要再做檢查 後來我經由正直攝影以後 我發現我的癌細胞轉移到全身骨跟淋巴 所以在台大的腫瘤科 當時就判斷我就是肺腺癌第四期的病人 所以我到今天錄影為止 我做了15次的化療 11次的免疫療法加6次的放療 左上肺一夜 然後右上肺是氣形 然後胸骨是7公分等三分之二鎖骨 所以我是由陳敬青醫師給我開三次大道 為什麼是我 又是我又不吸淵 又那麼好 為什麼是我 所以我只能想一想 可能老天爺天度紅眼 這是我說的一句玩笑話 但是後來我也想 可能老天爺給我另外一個任務吧 然後他也讓我活過來了 說實在確實也讓我活過來了 至少目前的話我還是活跳跳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人要轉念 不能一直活在以前 還是活在當下 事實上我就是癌或病人 事實上我就是必須要接受化療 事實上我就是必須要受這個苦 那我就是要承受 我就活在我自己現在目前的情況 不要去買很多的不必要的營養品來吃 我一直都沒有吃那些東西 在所有的宣傳裡面都說 第一個要有基因 我就說過我的家人都沒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我也沒有什麼生活壓力 第三個的話我們家住的是風景優美的一夜 我也不是住在高路染區 然後家裡的人也沒有很吸煙 生活正常早睡又早起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我自己也很納悶 為什麼會得到肺腺癌 醫生也說不出個原因出來 生活時間比你們更好 我還是得肺癌 所以我還是希望大家還是做個定期檢查 還是照個肺CT 因為你也不知道你的空氣污染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你的肺部為什麼會得到肺癌 而且為什麼它會是全台灣死亡率最高的 可能跟很多複雜原因都會接在一起 維持自己生命的方式 其實第一個的話 剛開始是因為媽媽的關係 讓我撐下去 再來的話 我不能一直以我媽媽為主 再來以我自己為主 食物、運動、社交 還有 我知道 我告訴我自己再也要做什麼 我對我自己說 我既然能夠好了50%以上吧 現在應該有八九十吧 我就應該為他們說一些什麼事 我就會說 我不管我的生命終結多少 但是我想要做這份工作 我也希望我能夠做這份工作 所以的話 目前我一直在重製這方面的工作 其實最辛苦的不是我 應該是我家人 尤其是我媽媽 她不願意失去一個女兒 最辛苦的是家人 所以我都會跟其他癌症病友講 你不要認為你是最辛苦的 你只是肉體上受辛苦 但心理的折磨其實是你的家人 所以陪伴你的家人更重要 因為有時候癌症病人會有點韌性 他會認為說我的八九 所以他會發脾氣 不舒服會發脾氣 但是發脾氣的對象是誰 就是陪伴你那個人 然後陪伴你那個人 他就必須要 要毫無怨言的接受 所以背後哭的是那一位 我會想說